台湾真的是水果宝岛 最近积极症农会就举办糯米励志的评鉴 邀请了农业专家以及农事所的主任博士来担任评审 而众所瞩目的特等奖最后是由廖明源先生获得 农会强调这场比赛经过严格的把关 民众可以在7月4号农会庆祝100周年的活动当天 一起来享用最优质的积极症励志 桌上排满一盘又一盘的荔枝由农业专家以及农业试验所博士来担任评审 一起挑出今年积极症最优质的荔枝 虽然今年的荔枝受到天气的影响 产量是减少了好几成 不过品质与口感同样是相当受到肯定 事实上首先我必须要讲 今年你若你只能够种得出来 基本上我觉得会给它拍拍手 因为今年若米池算是它相当难种的一年 主要是因为它初期的时候它干旱干得太久 所以很多它没有办法开花 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它到后期的时候 就是说它果实成熟起来碰到鱼 所以很多都裂过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今年的其他的像这个风味啦 植地啦 还有它里面的那个整果 是外观整体色彩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为了推广在地的荔枝 吉吉正农会从民国八十四年 开始塑造荔枝的品鉴制度 每年都有很好的成果 农会20年来 每年都有比赛这个 若米荔枝的这个品鉴比赛 可以说心之有连啦 我们的面积啊 目前只剩下大约差不多四十公顷 那么本来种植的面积呢 有七八十公顷 因为这个若米荔枝啊 这很难这个哦 去照料它的一些 这个工很繁杂 所以目前哦 有在种这个若米荔枝啊 剩下不到一百位农民 这个面积就有四十公顷 所以啊 以后啊 吃到这个若米荔枝啊 可以说很珍贵 比赛成绩也在中午出炉 由廖明元先生 得到荔枝特等奖 农会也强调 比赛经过严格的把关 欢迎民众 在七月四日 庆祝创会百年的活动当天 一起来享用最优质的积极荔枝 记者曾伟祥 南投县 采访报道